有研究表示 多多参加社交外党 会支持多多运动 可以减少得到失智症的风险 所以巴黎疗用营的主任 张志强提起名众 要记得多多鼓励中部 参加社交外党 会支持多多运动 中介多多参加社交外党 除了可以找到 自己的隔壁和被需要性 其实没有研究表示 参加社交外党 可以减少得到失智症的风险 我们让长者跟朋友的互动 比如说透过打牌 聊天 或是一起去谈论以往的事情 因为一群长者在一起 一定会划当年 那透过这样子 可以刺激他的一些 过去的认知刺激 那另外一方面 增加了长者之间的互动 增加他的人际关系 那有了这一方面的一个互动 跟认知的刺激之后 对于他罹患失智症的风险 可以降低 做人今天除了高雷中部 都参加社交外党 也可以到中部的道庭 多多运动 那是每周可以进行 200以上的运动 也可以以往生理功能的退化 那我们会建议说 至少一个礼拜可以出来 活动二到三次 二到三次的强度 其实看长者的 附和而定 像最简单的 可能散步啦 见走 这个大概在 我们家附近的社区 公园 向道就可以去做的 那当然如果我们长者的体力 稍微可以的话 其实不排除 可以去做游泳 另外 很多队有慢性心血管疾病的中部 一旦天气变化大 尽管要注意身体状况 要记得做好身体保暖 跟心情胸的调试 这可以身心都很健康 一旦心就很健康 巴黎虫不多